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草面牛的XS 今天来介绍一下11章的攻略 首先要介绍11章攻略之前 它可能会先开启一个新的系统 认知觉醒 这个系统就是将你的等级上限提高的一个系统 你就是可以突破100级了 突破100级你会需要消耗这个所谓的心智单元 就是这个碎片 那这个碎片你怎么获得呢? 一般来说在核心商店你可以兑换 它也会开启一个新的每日让你打 还有我们的科研系统也会增加这个切模方的任务 也就是一个小时切模方你可以获得这个设计图以外 还会获得这个心智单元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切模方的任务 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获得大量图纸来源的一个手段 在每日的委托里面也会随机出现这个所谓的心智单元 好我们今天先从这个新的每日来看 这个战术研究是每天你都可以打打三场 当你的指挥官等级大于60级之后 它就会开启这个新的每日 那里面会分三种部分 航空、主炮、雷级 这个过名思义就是你必须要用航空伤害才能打得了BOSS 因为BOSS只吃航空伤害 那主炮的部分也是一样BOSS只吃主炮伤害 鱼雷也是一样BOSS只吃鱼雷伤害 那里面要获得这个心智单元的条件 就是在60秒以内解决里面的主要的BOSS 你会进去看到会发现说 诶什么BOSS血量这么高 真的有办法在60秒以内解决吗 它就是顾名思义要设计说你必须用专门的伤害去对抗BOSS 才有比较有效率的伤害 所以主炮你可以看见即使面对到那么多关系 一个主炮下去它也是清洁溜溜 那这边我会比较推荐说 你用鱼雷伤害打BOSS会比较好 因为每个鱼雷基本上都有御装填 那王也是一开始就会出现 所以用御装填去秒杀BOSS 这个方法是很快而且很方便 我是相当推荐使用鱼雷去打美日关卡的 好再来心智单元 就每个稀有度上面它所需要的心智单元消耗数也是不一样 越高级的人它消耗越多 当然资金方面也会消耗的比较多 那一开始你手上没有那么多的心智单元 所以你必须要斟酌一下到底哪些角色是必须优先去做突破的 比如说像波特改啊或是胡德啊 这一类比较强力的角色应该可以优先去突破它 因为在你往后带打关卡的使用效率上面会比较好 那往后就会比较多了 就是随着活动啊随着日常 每日这样拿下来心智单元就会变得比较多 后面带着去剩你所谓一般的角色 好接着我们来正式介绍一下11张的攻略吧 我今天打捞的部分 这张一样有三个角色可以让你打捞 就是川内 阿赫野 还有我们哥伦比亚 那打捞的地图方面就是这样子 11-1有这个金高品 还有这个经验 为什么说11-1是个经验打捞的好地方 因为11-1的难度其实比10-4稍微难一点而已 如果你可以打10-4的话 那打11-1应该不会太难 而且11-1的经验比7-2还要高1.5倍 所以这边经验非常的雄厚 一般来说如果你想要练功 想要练100级以上的角色 我是推荐你在11-1练 会比较有效率 再来11-2会有阿赫野 还有610 11-3有川内 还有波伏斯 11-4有哥伦比亚 还有金元盘 客铁炮跟这个SB2系 其实11-4还算蛮多东西可以打捞的 好接着11张打捞的一些注意事项 当然啦不免俗的还是一样有三星大型的问题 因为跨射点燃非常的痛 所以一样我们对抗10张的时候 也会利用空袭来消跨射 或者说尽量减少与大型三星去作战 这些都是可以保证我们在开拓的时间 有比较好的一个生存 再来这一次也有这个所谓的滞空拳 那滞空拳优势以上的话 不仅可以减少我们的买斧率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命中值 因为一开始我们也说 这个等级非常的高 已经破百级了 所以敌方破百级的情况下 我们相对的命中率也会下降不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补证我们的命中值 才能做出比较有效的输出 还有点燃跨射问题也可以利用航母 来做一个小弹幕的效果 好 再来是装备跟队伍配置的一个问题 好 不免俗的还是跟前面一样 战舰的核心就是带这个雷达加灭火器 那你辽舰可以装备这个火控也可以 最主要的部分是战舰必须要能装备这个152系列 青群副炮 最好是可以装备这个被野炮 因为这一次的自爆舰血量非常的多 比较多 撞的也非常的痛 所以你后排战舰一定必须要带上152系列 最好是带上飞野炮 这样青群副炮的效率会比较好 那道中 化射点燃 最好是你全部都带这个灭火器 因为点燃非常的痛 前排也是非常的痛 前排核心打王的部分呢 因为boss会带大量的鱼雷 所以boss战的时候最好是携带这个鱼雷板 然后boss前面也会对前排造成很严重的点燃伤害 所以鱼雷板跟这个灭火器也是必备的 道中辅助就这些没有话说 接着这一部分也蛮多驱逐跟轻循的 所以你用这个榴弹高爆弹输出这些轻甲类的角色呢 会是比较好的伤害 那这边人选就会多很多啦 像我们之前的不死鸟啊 克蝶这些都不错 明尼波特其实也是非常好用的坛 再来你有雪风的话那是最好道中选择 因为他非常的坛 再来这些角色科研船也应该都满机可以上阵了 后排角色呢像是北斋或是皇家大七系列都可以用 哪怕是你的君主啊或是初云 这些在道中战因为都可以装备金群炮 所以他们在道中的表现都会比较好 华盛顿啊胡德啊不是这么推荐在道中战使用了 他们可以去boss战啊 不过道中是非常不推荐的 在boss的部分 最无脑自律的方式就是你上这个海鲜队 那配合这个光辉宝牌 基本上他们很难死 再来我们说过 如果你有制空权优势以上的话 配合航母做轰炸会是不错的效果 因为这边的boss他们其实很会动很会乱跑 所以如果你不是用防舟去减速的话 那只能使用这个航母做大范围的轰炸 才会有比较好的输出 那欧罗拉对驱逐对清君都有这样回避的功能 非常的好用 海妈增伤 背法的拉烟或是弹度都是非常好的 那boss战你也可以使用这些皇家礼炮队 去做轻甲的输出 好接下来介绍一下关卡的细节攻略吧 首先十一之一的地图 基本上十一章比较不会这么挡路了 不过你就是把十一之一 会影响到你行径的主要第一件 清除之后就蛮顺畅的 像是这个b3啊 15啊 这是一定要清掉的 剩下你可以把这些道路上的障碍清完之后 基本上要打王都不是问题 好那十一之一的部分 它主要是两支驱逐 它会做前后交叉的运动 所以你大炮可能自律的话 不是这么好命中 我会推荐你使用手动 其实你就站在中间 等它交叉到前排的时候 手动瞄准大炮或是手动释放鱼雷 这都会是比较有效率的攻击手段 那也可以或者是使用航母 来做大范围的伤害 这些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再来十一之二的部分 一样会挡路的这个第一二消掉之后 沿着把这个路径的怪物全部都清掉之后 要打这三点随机出生的王 其实都还蛮容易的 那十一之二的boss是一个重巡 它虽然鱼雷不会那么多 不过它的弹幕非常可怕 很高机率会使你前排受到点燃的伤害 你前排必须使用这个灭火器 来抵挡这个燃烧的伤害 上一些快乐机或是小海力 增加你的回避 然后利用后排的跨射 或是利用空母大范围伤害 都很有效可以增加这个重巡的伤害 再来十一之三的部分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道中必须要六战 基本上一定会挡路的这些点 轻掉的话 那随机打满六战就可以出王了 那十一之三是最麻烦 也是最痛的地方 它是一个阿赫野 带上一个驱逐的组合 它们会有大量的鱼雷 尤其是驱逐 它的鱼雷很快很痛 所以必须最好是优先去集火 这个所谓的驱逐 如果你是手动的话 用大炮去瞄准驱逐做伤害 那剩下的阿赫野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应对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用手动的话 那用这个航母做大范围的输出轰炸 也是蛮得心一手 因为航母越多的话 也可以让你这个鱼雷弹幕可以消死消得越快 好最后是我们十一之四的部分 十一之四以这样把这个会挡路的点都消掉之外 绿色是一定要消的 剩下蓝色部分你各选一只来消 都可以把这个王给打到 所以绿色必消之外 剩下蓝色点各选一个 急破之后你一定可以碰到王 那十一之四的部分可能就没有十一之三来认蓝 那因为他这个目标只有一只船内 船内其实跟之前我们打神通的方法一样 他都躲在远远的地方 在后排移动 然后会释放大量的弹幕 还有鱼雷 所以十一之四的打法 跟十之四的打法很像 要么你就用大炮减速流 要么就是使用航母轰炸流 那前排就是携带鱼雷板 还有我们的灭火技 只要能撑住就好了 好啦以上是十一张的攻略 其实基本上十一张的攻略 跟我们十张攻略是大同小异 十张你怎么打的 那这个打的队伍打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原封不动的打到十一张来做攻略 那取得代之就是等级上面要有所突破 那打十一张的攻略 你最好是每一个角色 最好都是能达到105G以上 那当然越接近110是越好的 你会打的越轻松 好啦以上是今天十一张的攻略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那有问题的话在下方留言 那今天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